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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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三種呢? 第一個聲音長這樣 用土的小鼓 第二個聲音是 這叫做邊吹邊唱的 兩個聲音疊起來的技巧 第三個是 這種比較是屬於現代樂 比較聽到的技巧 我是在古典樂裡面 沒聽到這種聲響 那如果有類似的曲子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不管是在YouTube 或者是在 中國大陸那邊 有一個叫做資料平台 就是我這個課程上架的平台 留言我都可以看到 好 那今天呢 也沒什麼啦 就是今天要來補充一個東西 是 我們自己這樣邊吹邊打Bub 很酷嗎? 那假設今天 應該說 應該說 我們學這個東西 除了自己旋之外 還有一個目的是 長笛本身就是一個旋律性的樂器 那 偶爾會幫忙吹一些和聲啦 對 那如果今天你的長笛 又是那種 我可以幫忙吹和聲 你可以幫忙吹旋律 當然和聲不能像 鋼琴一樣同時吹三個音啦 就是一些二部什麼的 那你又能夠同時打節奏 那聽起來多炫啊 今天假設有人找你把它伴奏 用這個Floopy Rocks 你會怎麼伴奏呢? 我們先來聽一個 我今天錄的Sample 齁 One Two Three 好 這個是一個爵士的Standard 叫做Summertime 那 最近 最近 在準備東西的時候 就是準備我要講什麼的時候 突然想到這首歌齁 那今天既然要講 幫 幫 幫這種東西伴奏的話 那就拿這個也比較好講 因為 我的樂理其實不好 所以其實我對和聲 這方面特別弱 那這首歌是好不容易 我記起來的和聲 盡興 耶 好 那 嗯 會怎麼做呢 像 一般 如果你的團裡頭 是那種長笛團的話 那基本上 會跟我常用的方式差不多就是吹一些它的Bassline 然後去跑之類的 那邊吹邊打囉 還有一種是 就是幫忙補音的角色啦 那 那 如果你不用長笛的話 就不叫長笛B-Box 這個就不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範圍 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吹第二條旋律之類 當然我的功力是沒那麼好 對 所以我今天 讓大家聽的是 走Bassline 或是什麼的那種方法 聽起來大概是這樣 就像這樣吧 1 2 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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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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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這是大概 實際做出來的效果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種 這種聲音的產生啦 畢竟它在 它在 它在 你的 你的B-Box的基底之下 然後再加上做一個 Bassline的這種跑法 嗯 蠻能夠帶動一個 一個整個氣氛 1 好 我的電腦出了一點狀況 這就是 這就是沒 這就是沒辦法 剪片的 的代價啦 它變成是會 我一次要全部錄完 我要講的東西 甚至是 中間都不能抽一點差錯 那 我大概會的東西 就大概到這邊結束 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心得 就是 簡單的講就是 其實 自己會是 一個回事 那 要怎麼樣交給 尤其像這種 我看不到 又要在YouTube上面這樣交 或者是 就算是交給 事實上者自己人 我要怎麼樣 用我的口述 讓人家能夠明白 我要講些什麼 這變成是一個 我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在思考的過程中 也會去累積 甚至是 甚至是 重新審視一下自己 到底學到了多少 齁 那也透過這項技術 讓我找回了 我對於音樂的熱愛吧 那這個影片的最後 我來吹一小段 呃 我之前一直提過的 《Great Party Low》的曲子好了 《Pubber 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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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什么新的知识 那再来跟大家拍影片分享 好 那 这个单元就到这 下次还有什么单元呢 我也不知道 想到 再来分享给大家 拜拜